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希望之聲TV紅潮禁聞 我是雨鳴 今天是美東時間3月14號 星期四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前女間諜滲透美國 現屆中共喉舌重出江湖 網群濤解讀TikTok的命運是否會影響中美關係 軍委取消國資委公司招標代理資格 中國律師團倡議 紀念屆江事件10周年 專家談美國駐華大使訪港原因 下面一起來看這期新聞節目的詳細內容 中共黨媒《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進3月13日晚發文說 自己剛剛與美國最著名的中國美女間諜方方殘旭 這篇文章被認為藏了很多料 還有營火燒身的嫌疑 引人質疑 胡錫進為什麼要這麼做 美國媒體在2020年年底披露一個名叫方方的女子 在2011年到2015年間在美國政界交友廣闊 特別以舊金山灣區的政治人物為主要目標 例如幫助加州民主黨眾議員施瓦維爾爭取連任 方方還色有中西部地區至少兩名市長 發生車陣時被FBI錄影 美方相信 方方是中共國安部的間諜 目的是在美國政界培植親中共的勢力 在聯邦調查局調查的過程中 方方突然不辭而別離開美國 如今 胡錫進突然公布自己與方方合影 並發近千字長文為方方洗白 說方方在美國利用自己的廣泛人脈 為中美交流穿真眼線 但美國CIA與FBI在2015年強迫方方提供合作 方方拒絕後 住所被搜查 只好獨自乘機逃離美國 網民迅速從胡錫進這篇洗白文章中讀出不少內容 例如胡錫進介紹說 方方畢業於北京的國際關係學院 做過7年的空姐 2009年赴美留學 有網友說 方方在北京就讀國際關係學院就是間諜學校 畢業後直接進國家安全局 這個所有參加過中國大陸高考的考生都知道 方方的7年空姐生涯 只是利用來掩蓋間諜的身份 一位網民質疑 空姐一般不需要大學學歷 方方從國際關係學院這種重點大學畢業去做空姐 還有胡錫進說 FBI攤牌 方方獨自一人飛回祖國 這個獨自是理解成坐私人飛機逃跑 還是去機場獨身無家事逃回中國 胡錫進這句話根本是直接證明方方是間諜 胡錫進就不打算掩藏 胡錫進說 方方這是中國不知道 國內知小方方的不多 那為什麼現在如此高調宣傳? 考慮到拜登政府放寬中國偷渡客進入美國的機會 可能背後有中共運作 細思極恐 文章最後說 方方現在生活過得平平淡淡 在深圳一家網站供職 請問為啥在美國遊走高層政要 回國就泯然眾人了呢? 這供職的網站是正常網站還是五毛中心? LT世界也指出 老胡錫進為何要高調把方方推出來? 是中共的國安機構利用老胡 還是老胡在承擔特殊任務? LT認為 這很可能是中共內部的安排 方方雖然做不成間諜了 但仍可能在輿論上干擾美國政治 因此 中共借胡錫進讓方方重回公眾視野 繼續干擾美國 胡錫進是在完成某種國安任務 美國眾議院3月13日以壓倒性優勢 通過了一項關於應用程序TikTok的法案 迫使TikTok在法案生效後五個月內 從母公司字節跳動中玻璃出來 否則TikTok將在美國被禁止 共和黨參議員馬克魯比奧表示 TikTok由一家中國公司所控制 聽命於中國共產黨 上億美國人的數據可能被泄露 也可能進一步影響美國國家安全 拜登已表示 如果法案提交 他會簽字 TikTok在美國的命運近期成為輿論焦點 對此 希望之聲記者3月14日採訪了中國民主黨主席 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博士王軍濤 在中國話題上我們可以看到 美國那兩黨兩院 朝野還有專家和民意 白宮和國會在很多上都是高度一致 所以TikTok這事其實也是這樣的 美國各界對它已經非常緊急 如果參議院 就是在美國投票時 如果參議院和眾議院不一樣的話 往往是在一些細節上 會有些修正 讓兩院如果在共同工作拿出一個比較貧困的方案 王軍濤認為 面對美國兩黨的持續懷疑 中共政府應將TikTok分拆為一家獨立的美國公司 否則TikTok在美國將面臨最嚴峻的生存危機 如果TikTok能夠確實切斷他和中國的聯繫 那麼他一擴取還能獲得一個生機 這就要看他了 但是他現在能不能做到這點 這就是很大的問題 美國提出來說你仍然沒有解決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你沒有對新疆 西藏和香港方面的一些內容 完全取消審查 第二個 你沒有能夠證明你不接受共產黨的領導 這種東西美國是很容易把它複製出來的 美國也不是沒有這樣的平臺 只是抖音這個平臺他們已經習慣了罷了 王軍濤認為 美國為了維護世界的秩序不會與中國脫鉤 倒是中共黨魁習近平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 把自己圍在一堵圍牆內 習近平現在採決了很多努力 這麼安全措施 鞭峰措施 還有各種各樣的檢查 實際上他在建構地圖無形的以下 阻止中國和美國進行交流 他實際上就是希望把這種交流保存在一個 對自己有利的 單向的 脫移的格子上 但是對美國來說 美國在歷史上 他從來不怕 任何一個國家和和平交流 都會獨立和專制國家更怕 他的人民和美國能夠進行交流 所以往往是專制獨立國家的地關 而美國主要開放 那些國家他們害怕跟美國進行交流 我覺得在美國這方面 可能中國美國也會採取掉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菲珍拍下的採訪報導 最近中共內部亂象平生 3月12日 中共中央軍委發布了一則 關於取消中國遠東國際招標有限公司 裝備採購招標代理資格的公告 官媒環球網 以及騰訊等大陸門戶網站 紛紛轉載 不過一天後 主要網站相關新聞幾乎被消失 公開資料顯示 中國遠東國際招標有限公司是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所屬企業 2004年初成立 有更多為軍方採購招標的機會 目前 軍方要儘快與中國遠東國際招標有限公司脫離關係 理由時期涉嫌泄密 而這是真正的理由嗎? 對此 希望之聲記者3月14日 採訪了亞太精英交流協會秘書長王志盛 他解釋說 軍委裝備發展部是如何知曉該公司存在泄密隱患的 極有可能是與遠東招標有關的將官落馬了 這裡可以凸顯出軍方完全無視於國務院下國資委所屬的相關的國營企業的角色跟態度 反而很強橫的直接做了相應的動作跟裁決 當然你可以解讀為反正反貪腐是天條 軍方也沒有管它是國企的公司或者是一般的公司 但其實中共的治理本來就是槍桿子出政權 軍方就處一個相對強勢的地位 王志盛認為這背後應該有難以拿上檯面的原因 中國這個靠關係的社會中 沒有關係 所有公司都不會拿到大的訂單 尤其是從軍方的手中 國務院的角色確實在兩會當中大家觀察到好像被淪為是習近平的行政辦公室 跟其他單位相平行的一個機構而已 更容易讓大家覺得軍方不把國務院下轄的機構放在眼裡 另外一個是這樣子的直接的操作 其實也是代表著軍方系統或者是安全系統的力量 在向李強為首的行政系統示威叫板 看你國務院又能奈我何 你越沒有反應就代表你越來越示威 代表我這種安全系統或者是軍方系統的力量越來越膨脹 外界一直在講說李強為首的行政官僚系統 跟蔡奇為首的安全系統之間的一個對抗跟鬥爭 從軍方這個動作某種程度也存在著這樣的叫板 王志盛判斷從軍方中指遠東招標合作看 中共軍隊裝備部的腐敗涉及的範圍不小 應該有不少地方的企業涉足其中 更可怕的是中國整個大的行政體系的問亂 已經非常非常的嚴重了 特別在習近平把權力都基於一尊之後 習近平消除自古下面這些指揮系統 已經變成是一個互相較勁 或者是誰也不服誰呈現一個鬥爭情詐的狀況 更深層的問題恐怕不只是單純的鬥爭問題 恐怕牽扯到未來中國政府體制能不能順暢運作的問題 那我覺得這是建維之助建冰山這一角可以直到下面 恐怕比想像中的還要嚴重 以上是希望之聲記者 非真拍響的採訪報導 中國人權律師團3月10日發布了建三江事件10周年紀念活動的倡議書 以換其外界關注維權律師的處境 同時邀請所有知曉當年事件的人士分享事件的經歷和感想 2014年3月20日 唐吉田 江天勇 張俊傑 王成4名人權律師和9位被關押人員的親屬 到黑龍江建山江市的一個農場要求當局釋放關押在那裡的法輪功學員和上訪人士 律師認為 當時中共的勞教制度已經廢除 當局在農場設立所謂法治教育基地缺乏法律依據 他們10人抵達後 被公安行政拘留和罰款 事件馬上引起強烈回應 各地維權律師和數以百計的公民前往當地聲援 隨著事件曝光 加上國際輿論的壓力 當局設立的法治教育基地宣告解體 多名官員相繼落馬 最終當局迫於社會的壓力之下 建三江的洗腦班關閉 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也都回到了家中 中國人權律師團律師吳少平表示 建三江事件 證明了律師和公民 攜手可以發揮更大的力量 他對自由亞洲說 人權律師衝在前面 主要是運用法律為武器來跟當局對抗 公民為人權律師募集資金 同時也積極參與 公民的關注某種程度上形成了社會效應 才使得世界廣為傳播 形成非常強大的社會輿論壓力 在今天這樣的社會狀態下 希望更多的人依然能夠積極勇敢站出來 他還呼籲 當年直接參與這起事件的人 能講出他們的故事 當年前往黑龍江的4名維權律師 在被拘留期間全部被打傷 其中以唐吉田 江天勇傷勢最重 曾因山顛罪遭判刑的江天勇獲釋至今已滿5年 卻仍被當局嚴密監控 沒能真正重獲自由 唐吉田同樣被視為重點的穩控對象 近期再度被吉林當局羈押 日本的人權律師玉品健說 劍三江事件 唐吉田律師被打斷了10根肋骨 他因為這起事件被記入了黑名單 吊銷了律師證 江天勇律師在當時也被打斷了8根肋骨 中國人權律師對人權法治的追求 與當局的執政理念背道而馳 在現有的體制下 他們的職業環境不可能有所改善 要讓中國進入到法治國家 只有終結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於12日突然低調訪問香港 對此 前北京律師 民陣加拿大主席賴建平表示 23條立法緊鑼密鼓要通過 表明中共和港府是鐵了心跟香港人民為敵 讓中共專制的鐵蹄踏上香港這塊土地 劉澳學者李元華也表示 23條立法通過後 美國也一定會改變對香港的優惠政策 香港將進一步淪陷 《基本法》23條草案 立法會法案委員會用了39小時 於13日下午便火速完成審議 共181條條文 並提交修正案 委員會將於14日早上9時討論 就在香港立法會緊鑼密鼓的完成審議《基本法》23條草案之際 美國駐華大使伯恩斯於12日突然低調訪問香港兩天 出席外國記者會的閉門會議 林事館發言人說 這只是內政討論 沒有透露出席名單以及討論的內容 對此 李元華認為 他實際上要比較強烈地去反映美國的這種政策 要傳遞到中共要知道 再有他肯定也會親自去調研 去了解一些更實際的東西 可能之後的美國政府要給對華 包括對港這些商人 包括美國的對香港的政策都要變 因為既然你想把香港大陸化 那麼美國一定要把對香港的政策也是大陸化的 因為過去一國兩制 美國對於香港和中國大陸是兩套機制 就是兩種做法 既然你想它一體化 那美國一定也要一體化 不可能說這邊你是搞專制集權 那邊還給你輸送這種自由社會血液 去供養這種專制集權 香港可能就是淪落會更快一些 賴近平也表示 伯恩斯訪問香港 有徵詢調研美國個人及美國公司機構的想法的意思 為下一步美國制定對港政策服務 他在這個關口去香港也是表明一個姿態 希望香港在最後關頭能夠對香港人民網開一面 這個23條立法的時候能夠稍微留點餘地 不要做得太絕 但是這個無形無聲歸欠建議也不太可能產生什麼實際效果 香港政府仗著中共在後面撐腰它不太可能去理會這樣的一些意見和看法 它是要一條道走到黑 所以也不會有什麼太多的實際意義 聯合國反恐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蘇爾本13號表示 國安法的部分控罪因範圍過於寬泛 令人質疑其合法性和對新聞自由等基本的影響 他鼓勵港府改善23條立法的監管立法 對此 賴建平對希望之聲表示 香港關於23條的立法 包括五個方面 叛國 分裂國家 煽動叛亂 顛覆中央政權 卻取國家機密 那麼香港的立法會對中共中央政對習近平的專制意志 言聽既從 共產黨就完成了它的所有的補丁 那麼香港就不再會有任何的自由民主 整個香港的繁榮 香港作為一個自由港的一野將終結 如果23條的立法通過以後 那就是棺材板上定覽最後一個釘覽 中共已經鐵拉心 香港這些港監也已經鐵拉心 要跟香港人民為敵 要把這個共產黨的專制的鐵蹄踏上香港這塊土地 所以這個就是這一次立法的一個本質 以上是本台記者王修的參考報導 這期的紅潮禁聞就到這裡了 歡迎就今天的新聞話題 在視頻的下方留言 和我們分享您的觀點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贊 訂閱還有轉發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 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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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